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23号星期二 今天我已经回到了洛杉矶的家中 那么我们现在的节目就能珍藏出了 字幕我也可以给朋友们加上了 这次出去旅游实际我的心情也是挺放松的 通过这么多年在美国旅游 自己也总结了一个旅游的经验 就是不像最初的时候拉着房车使劲跑 现在就是我签订两三个露营地 然后每个露营地住上那么四五天 这次是选择了两个露营地 一个是在山顶上的靠近湖 另外一个是在大山脚下的在森林里头 这两个露营地我各住了将近一周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共有个十三四天 那么今天就返回了洛杉矶 我现在的一种旅行就是一种深度旅行 我到一个选地的地方呢 我就住在那每天做饭看看书 然后骑骑自行车涂涂布 就是做一些很悠闲的东西 所以实际每天时间呢还是挺充足的 但是让人遗憾的就是啊 美国这些露营地啊 大部分呢都是这个信号不行 可能也与他们的生意太好有关系吧 他们也不知道提高服务质量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你在那把WiFi信号加强一天 能花多少钱呢 但是他们就不搞这个东西 前两天我在这个旁边那个录音地去看了一下啊 就是我的那个录音地旁边呢 还有两家录音地 其中有一个录音地呢 是每个房车位后面啊 都放了一个WiFi放大器 我想啊以后可能各个录音地啊都要这样做了 因为你不这样做 慢慢的这些客人呢都不来了 我们看那个评论里头啊 现在吐槽最多的就是通讯这一块 毕竟现在啊到了这个网络时代 你不提供网络确实让这些人呀 非常的头疼呀 那么前几天出的节目呢 都没有字幕 我在这呢也对大家表示一个歉意啊 那么从今往后呢 这个节目呢就正常了 字幕呢也都能加上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国内有关老人非正常死亡的话题 这个呢主要是农村的老人 谁这个话题啊 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 我呀也一直没有抽出机会 那么今天呢我拿出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情 实际在中国啊 有很多做这个社会统计的人啊 就是到农村去调查老人的这个情况 实际这个调查结果呢 非常的让人心痛 因为在中国农村的老人呢 他没有退休工资 所以可以说没有收入 这几年国家才开始普及了呀 就是给农村的这个基本养老吧 大概一个人呢发到120到156之间 就是这个样子 你像大部分的这个边缘贫困地区啊 就是一个月给他120块钱 这个确实让这些老人啊 生活非常非常的困难 很多老人都七八十岁了 还要自己做点农活 或者是把家里头种的菜呢 拿到集市场去卖一下 实际那也卖不了几个钱 但是对他们来说呢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这个养老金非常微薄之外呢 这个很多老人呀 也没有参加这个农合医保 因为那个每年现在交的费用呢 也挺高的 最初好像是交几十块钱 到现在呢 好像要交到几百块钱了 那么这样的话 对这些贫困家庭来说呢 也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好多人呢就选择不交了 那么这样的话 当他一旦得了这个大病以后啊 他就没有办法去治疗 这两个原因呀 是中国现在农村老人呀 最大的困难吧 他没有办法克服 因为金钱这个东西是刚性的 你自己挣不来 社会又不提供救助 然后家人呢 也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 所以在农村呀 存在着大批的这样子 非常穷困的老人 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同时现在由于在中国农村务农呢 他不赚钱 几十年了 粮价基本上没有涨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靠你家里头的几亩地啊 你终一年你就赚不到钱 所以年轻人呢 都到城里头去打工去了 这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农村的空心话 这么多年来呢 农村又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要结婚呢 你必须要盖房子 有的地方呢 还必须要在城里头去买房子 所以嘛 农村年轻人的负担呢 也搞得比较重 所以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啊 来照顾这个老人吧 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 有的人可能有这个心 但是也确实啊 拿不出这个钱 所以现在在中国农村呢 年老了以后 确实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农村呀 出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老人老了以后 自己自杀 这个情况非常非常多 它不是一个个案 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有人到这个农村去调查过 可以说在这个农村啊 有一多半的老人 都是非正常死亡 这个情况是触目惊心的 而且呢 现在呢 现在在农村呢 对老人自杀这个情况呢 已经见怪不怪了 就是农村的医生呀 他也是非常配合的 比方说这个家里头的老人啊 他去世以后呢 明明是非正常死亡 但是这个医生呢 也就是按正常死亡呢 来处理这个死亡证明 因为这个事情 已经不是个案了 是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这种事在中国的农村呀 现在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他们给这种死亡呢 还起了一个名称 这叫减负式死亡 就是这个老人老了以后 他给子女该办的事情呢 也都办完了 比方说给子女把新房呢 也盖了 媳妇也娶了 然后自己呢 也干不动了 当他有病了以后呢 他就不想拖累子女 然后他就选择呀 喝农药 或者是上吊 这样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情况啊 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这种社会现象呢 中国的有一些社会学者呢 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这叫隔代不过去 就是老人的这一生呀 就被他的子女给榨干了 最后他自己呢 也变成了家庭的负担 他也干不动了 他也给家庭呢 再也不能做贡献了 那么一旦有病了以后 他也不想拖累这个家庭 他就选择啊 自我了断 所以他们说 这叫隔代剥削 我觉得这个专家起这个名字啊 有点不负责任 因为这代老人 在他们90年代 在他们2000年初 他们出去打工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还能赚来钱 对不对 他们对这个将来呢 也是抱有美好希望的呀 他先赚到钱 给子女把终身大事解决了 然后他想着 他自己还能干一个 还能赚来自己的养老钱 但是现在 经济一下给垮了 他赚本来钱了呀 中国在建筑工地上呢 也推出了这个年龄限制的命令 超过50岁的人呢 就不让雇佣 你雇佣呢 就要罚你这个工头 所以这个年纪大了人家 他就没有办法找工作 那么他们回到农村 种上那么两三亩地 能挣个什么钱呢 现在那个粮食价格 你算算这样 一亩地啊 你可能就赚个五六百块钱 你种个几亩地 顶什么用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专家呢 把这个责任呢 推到这个子女头上呢 我觉得呢 有点不负责任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啊 他们不应该把这个责任呢 推到人家的子女身上 因为子女现在呢 也非常困难 对不对 出去打个工呢 也非常难 你说是子女把这老人剥削完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啊 我个人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你整个社会的结构 出现的问题 城里头的人 为什么会有低保呢 为什么会有退休工资呢 对不对 农民给国家 也是做了一辈子贡献呀 特别在九十年代以前 农民种地 是给国家交公粮的呀 难道说那些公粮都白交了吗 对不对 那算不上对国家做的贡献呢 那么现在国家 应不应该照顾这些农民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归根到底 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那么有关农村老人这个事呢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 就是在山东这一带啊 说是这种风气呢 非常的广泛 就是农村的老人啊 他们自己呢 离开村庄 一帮老人呢 聚在一起 他们自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啊 在那结伴生活 就是跟年轻人脱离开 彻底给年轻人的减轻负担 然后自己在那自生自灭 据说这样的群落啊 在山东省可能有几千个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 但是他们能把这些事情爆出来 那么我认为这种现象 肯定是存在的 所以中国现在农村老人的问题啊 也确实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的 确实他们太艰难了 你想把农村的老人啊 现在已经逼得 减负是自我了断 你想想这个社会 难道说不是一种变相的吃人的社会吗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就把这个话题啊 拿出来谈一谈 一个社会啊 到了老无所依的时候 实际这个社会体系啊 也就是面临的崩塌 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嘛 现在这些老人遇到的问题 如果这个社会不解决 那么将来就会落到自己头上呀 而且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也希望中共政府要 关注一下农村的老人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